请接着同样关心奥运话题 就是福元爱了 离婚风波之后呢 他的动向总是备受关注 那么先前就有被报说 这次要担任冬奥的解说员呢 好的确日本媒体就有报道说 26号福元爱确定会 担任富士电视台的 转播球类的球评 那么网友就有说 这样的反应很两极 因为才刚刚恢复单身的他 是担任奥运的球评一职 消息一出有人刷了一排负面 说为了冲着收视率 富士台怎么会这样子不惜道德 不过也有人力挺 网友就说公归公私归私 力挺小爱 大赞他的解说 使用一些比较拿手 其实那种很丰富的词汇 让观众一下子就可以了解 一线选手的心情啦 比赛技巧啦 认为他的解说很完美 这次复工也是风波之后的 首度公开露面 接着来关注的是大陆选手 侯志慧在举重女子49公斤级 一举夺下了金牌 他六把式举全部都成功 也成功创造了新纪录 届是东京奥运 大陆的第二枚金牌入带了 才24岁的他 他是湖南选手侯志慧 09年开始就接触了举重 那上一季的里约奥运的选拔赛 他是夺下了该级别第一 但最后公布的出征名单 他的名额居然被另一名的运动员给顶替了 不过换账风波没有让他气馁 没有让他放弃奥运梦想 今年4月他是以96公斤 打破了自己的抓具保持记录 也在这一次的东京奥运 以总长积210公斤 刷新了奥运新纪录 中华英雄超级赞 狂赫台湾之光 台湾族勇士杨勇伟 勇夺奥运柔道银牌 这是台湾奥运史上首面柔道奖牌 也写下中华队奥运最速夺牌记录 中天新闻与您一起为中华队加油 中华英雄和全球最顶尖运动员都来了 淋漓尽致 激励人心 拼战到底 2021东京奥运最精彩的中华队加油 请锁定中天各节整点新闻奥运特报 以及每天晚上8点21分 奥运最精彩直播